最近柯文哲的案子蠻糊的,也正義,還有政治限定的事情 那我們就想問說,我們有很多網友就翻出他過去言論 也說到什麼美國什麼合適啊 我們有對柯文哲不太禮貌的說法,那你怎麼看 他對我說什麼我一點都不在意,也不重要啊 呃,事實上,你們大家也都講了嘛,這是回憶力標嘛 就是,呃,他必須要面對他自己 而且,現在大家也用他過去,呃,所有的陳述來檢驗他 而,現在也透過這些回憶力標,大家可以看到 他經不起檢驗,而且他經不起誘惑 他是一個很失敗的政治人物 市長,會覺得說這個金華城案子可能是真的有問題嗎 那金華城案子當然有問題,因為呃,他是自拆 然後用了都市更新條例,就違法了 而且,他是容積獎勵,我們監察院跟台北市政府主張的是392 現在大家都在呃,呃,質疑從560到840這一段 事實上當初的,大家可能不知道 金華城當初建起來的那個量體是672 根本超過500,560 所以他為什麼要爭取560,他主要是要做墊底的工作 那所以,可是法院已經判定,他是用12萬平方米來爭取672 法院判定不行,他才退而求機制,爭取560 事實上他合法的容積應該是392 像科委者之前有說容積率都是督委會的決議 那你實際上就說,你像他的進行,他實際上覺得這樣是有負責的? 呃,我想,呃,透過檢調 都委會,以及市政府所有這些約談結果 大家會清楚,到底是誰決定的 呃,誰,誰決定,誰負責 呃,因為容積是一個公共財,事實上就是市民的財產 作為一個台北市長或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 你必須要維護市民的權利,維護這個公共財 這是市民共同的財產 那今天誰把這個市民的公共財拿來圖利任何一個企業 他就要負責 那時候有一些反對派的督委會的委員 政府都沒有獲得續聘,你覺得這樣是一個草莓嗎? 呃,兩件事情其實會引起大家的質疑 一個是就是反對的督委,然後就不被續聘 還有另外就是一般在督委會裡面 台北市政府都有非常多的局處首長啊 因為要做一個把關的角色 呃,也在督委會的成員裡面 可是幾次重要的會議中間 大部分的局處首長都缺席或請人帶出席 這也是應該要去仔細探討的地方 市長,因為現在就是黨中的定調好像是打三不打科 但是是不是也認為說要買電視費 呃,我覺得柯文哲已經是民眾黨的一個負債啊 他絕對不是資產 如果民眾黨還是一人政黨的話 透過這些案子 透過柯文哲過去這些所有走過的軌跡 經過嚴格的檢驗啊 我覺得對民眾黨長遠的發展並不是好的事情 呃,因為我現在不在黨中央 我對於黨怎麼樣定調 呃,我沒有特別的意見 可是我覺得啊 呃,藍白當然要合作 可是如果現在民眾黨的朋友們啊 如果還是把柯文哲當作唯一的對象 然後民眾黨還是一個一人政黨的話 將來不只藍白合作很困難 更重要的是民眾黨也有可能泡沫化 呃,現在民眾黨裡面一些主要成員 我覺得應該要撐起這個這個政黨 尤其在立法院裡面的黨團啊 我覺得這是民眾黨最重要的一些成員在這裡 我覺得他們的表現對民眾黨長遠的發展非常重要 呃,藍白和是國民黨跟民眾黨在野合作 我們並不針對特別的一個民眾黨的政治人物來做區分 可是我覺得現在呃,如果鎖定在柯文哲的話 對兩個黨都不利 謝謝